政府推出的回港二计划首日实施 不少在内地的港人经两个指定口岸回港 回港二计划比符合条件身处广东和澳门的香港居民 回香港的时候可以豁免14日检疫 经深圳湾口岸入境每日名额3000个 据了解首日已经额满 工联会内地中心派人在口岸协助回港市民填表 有市民说内地口岸要求再填健康申报表造成继失 深圳湾那边就比较混乱一些 那些有了健康码之后要重复再填 很多人都没有健康码 很多人不懂得在网上申请健康码 所以就要不停玩人帮忙搞健康码 其实很多人都不懂得弄的 有几千人全部都塞了在那儿 所以就麻烦点了 那些手续复不复杂 不复杂不复杂 不复杂 很顺利 很多人 很多人 应该过百的了 今年1月23日 即是年三十晚前一晚回去 直到现在 今天有这样的条件我才回来 我如果觉得真是继续严重 我会搞定所有东西 我会回深圳 因为深圳那边是比较安全很多 而港珠澳大桥每天有二千个配额 在澳门工作的香港人批评 应该一早推出回港议计划 对我们这些回香港的人太迟了 想回香港的人 那整个措施是怎样的 OK 做得挺好 当然是迟了 澳门一向都零感染 其实不需要对我们又要隔离 回来澳门也要隔离14天 14天都合理的 因为香港是有疫情的 申请人入境的时候 需要持有入境当日 或者前三天的新冠病毒检测 阴性结果证明 回港前14天要未去过香港 澳门和广东省以外的地方 无线电视记者杨沛斯报道